浙江隔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 是一家即研发、设计、生产、销售、腹部、泌尿钢厂等 一次性使用外科手术器械为一体的专业化企业 公司具有国内领先的现代化加工条件和检测手段 研发团队仅跟医疗产业的发展 以科技创新为主 并在著名临床专家及教授的潜心指导下 结合临床操作经验 确保产品安全有效的前提下 开发的产品更具实用性和可靠性 公司建立了完善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 顺利通过了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体系考核 并取得了ISO13485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和欧盟CE认证证书 公司致力于依靠过硬的产品质量 完善的售后服务 把造福患者当成公司永恒的奋斗目标 1. 打开包装 取出穿刺套管和穿刺针 把穿刺针插入穿刺套管内到底 2. 穿刺时 穿刺针做置于掌心 两手指分置于穿刺套管的手柄上 左右旋转 进入腹腔一定深度 再拔出穿刺针 这样腔镜器械就可以进入操作 3. 穿刺器免转换不漏气 如果我们先用10毫米腹腔手术器械进入 进行手术操作 再拔出 可以不用接转换器 直接可以用5毫米腹腔手术器械直接进入 4. 穿刺器产品有1型不带刀系列 3型带刀系列产品 系列产品规格型号齐全 有3毫米穿刺器 5毫米穿刺器 10毫米穿刺器 12毫米穿刺器 15毫米穿刺器 还有2支装 3支装 4支装等多种套装搭配 满足手术需求 1. 打开包装取出产品 2. 先将两个导管夹加币 将针头插入冲洗液瓶后 打开导管夹 3. 将吸引管接头插入负压吸引源 4. 检查所有连接正确且牢固后 将不锈钢探头通过穿刺套管插入患者腹腔 5. 需要冲洗时按下冲洗阀门白色键 冲洗液将会通过冲洗管路进入需要冲洗的部位 6. 需要吸引肺液时按下吸引阀门蓝色键 肺液将会通过吸引管路吸出体外 2. 镇水平均 2. 镇水平均 加密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